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 说这一段例子呢 我就说 如果咱们家庭 家庭成员之间 你也以这种爱心 去对待他们 你比如说 婆婆和媳妇这个关系 好不好处 我过去我特别不服气 我那时候 我的办公室 有一个我的小同事 他就跟我说 他的哥哥和他的嫂子 和爸爸妈妈关系 怎么紧张 我说那不对 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只要你坦诚去对待他 他怎么能不好 我说我结婚以后 我婆婆对我特别好 我真像我婆婆的姑娘一样 我对我婆婆也好 这是真实的 我说我现在我就想啊 等以后我儿子结婚了 我一定对我儿媳妇 要比我婆婆对我还好 后辈要比前辈更高吗 我说我只能超过我婆婆 我不能赐予我婆婆 我真是这样说的 我也这样做的 但是后来就是孩子结婚以后吧 就通过这十几年我的感受 我真是体会到了 有些时候确实不太好处 我是不是我不真心了呢 不是 他就是说不出来 这个儿媳妇和婆婆之间吧 还是有那么一种距离 还是有那么一种隔阂 我不知道他来源于哪儿 我曾经跟我儿媳妇 我俩坐在一起 交心探讨过 因为我儿媳妇很坦诚 是个好孩子 我就跟我儿媳妇说 我说你怎么想的 因为咱俩是 我是婆婆 你是媳妇 社会上有好多 我说我想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怎么样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得更和谐 我儿媳妇跟我说 他说妈呀 我真是跟你说实话 我就想婆婆不是妈 他就这一句话吧 我说不对呀 婆婆怎么不是妈呢 我说婆婆是妈呀 不是你 如果你当姑娘的时候 你家里有个妈 你结婚以后 你又有了一个妈 你是多了一个慈母啊 你怎么婆婆不是妈呢 我说我不承认 我就是妈 完了他说 从感情上吧 他有这种感觉 我后来我反思我自己了 还是我有些事情 我做得不到位 如果我做到位了 他不会有这种感触的 后来我就一点点跟他探讨 我说这么多年 结婚十几年了 你对妈都有哪些个不理解 不满意的地方 你都跟我道过道过 我说妈心大 啥都能装 完了有些时候 我俩就直接面对面对交流 他说了以后 我才知道 有些事我根本不知道 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认像 我说你看 咱要及时交流多好 是吧 当时就把这个小姐姐 小嘎嘴就解开了 现在十来年 可能我这边啥事没有呢 你那边接了 我说咱一个一个来解 没必要解这个小疙瘩 所以现在我就想 从哪做起 我是婆婆 从我做起 那长辈吗 对不对 你一定要真诚心 去爱你的晚辈 你这样想 你儿媳妇 她有爸爸妈妈 她爸爸妈妈希望她的姑娘 嫁个好婆家 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 我有姑娘 我希望我姑娘 嫁个好婆家 这不是同样的心态吗 所以 我跟我的同事 曾经这样说 我说我的理念就是 我一定要 好好的 对待我的儿媳妇 只能比对我姑娘 和对我儿子更好 不能赐予我姑娘 和我儿子 但是我心粗 有些事可能我想的不周到 但是发自我内心 就现在我面对镜头 我都得坐在这里 坦然的可以对大家说 我真心诚意的 对我儿媳妇好 不管是结婚前 还是结婚后 一直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虽然有些时候 有的事 听了以后有点想不通 不是这么个事 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很快这个事就过去了 因为我想 孩子三十多岁 上有老下有小 一天工作量那么大 工作现在社会也很复杂 他很难呢 他很累 所以有些时候回来 不太高兴 有点不舒服 这都可以理解 所以作为婆婆 不去挑剔孩子们 因为你就想 他这一天 从上班到下班 已经很辛苦了 早晨带着孩子 他去上班 带着孩子去上课 六点多钟 从家就出发了 晚上要陪孩子 上完那个补习班的课 最晚的时候 都九十点钟 才能到家 你说多么辛苦 一个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嘛 所以咱们彼此多一点理解 这个问题不就是解决了吗 从自己做起 比要求别人 一是简单 简洁 方便 二是效果特别好 我们现在在座里 可能有婆婆 有媳妇 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一个家庭合不合谐 如果你是三代同堂 公公婆婆是这个树根 是不是啊 小夫妻是这个树干 孩子是这树梢树叶 就是这么一个比例 比例嘛 这个大连有个孙老师讲课 他不是有个大树这个图吗 讲过这个 如果是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树干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成上起下嘛 是不是 你看老人年龄大了 需要你们关爱照顾了 孩子还小 需要你们培养教育 你们就在这个时候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是最累的时候 最辛苦 这个老人是理解你们的 所以这过去老人 把你们带大的时候 也经历了这一段 那时候 比如是像我 我下有公公 有婆婆 然后我有儿女 这不也是三代吗 从这个时间段经历过以后 你彼此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做婆婆 我就知道当年 我婆婆的苦衷 因为我婆婆是 就这么一个都生儿子 从小教生惯养 就这么我一个儿媳妇 我当时的脾气又很刚烈 不像现在这样 我那个说脾气很暴躁 沾火就着 但是我心眼好使 我婆婆和左立右舍都说 是我心好 善良 你这样你一想 你彼此互相理解的成分 就增多了 你彼此就知道互相关爱了 你当你把爱给了别人的时候 你会非常快乐的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儿媳妇工作忙 很辛苦 所以到春节前 我就想帮她搞搞卫生 我就把她家所有的帘啊 单啊什么的 包括衣服在内啊 我都包成包 因为从她家到我家呢 要坐车得坐四站 我还舍不得那一块钱坐车 你说老太婆都抠到啥程度了 节约到这种程度 我就把它包成包 然后我就动员我老伴 和我去把这包 背回去 我老伴有自行车 他自行车可以给我驼 然后驼不了 就我再背着一个 后来我老伴抗议了 人家不干了 不干了 我姐去我就跟我姐俩去 我姐跟我包包 然后俩老太太一家背个包 我说像闯关东一样 背着走这一道啊 大约走得走半个小时吧 这一道所有的人的目光 大概都瞧这两个老太太 这年月还有背包的 我说没关系 这两包背回去以后洗干净 都给她运板正 然后再把包背回去 再背那两包被洗的 就这么的 到过春节前 我就把所有该洗的 我都给她弄好了 白本正正的 这样你还不就给她节约时间了吗 她可以多一点休息时间了 你说我干这个活 是不是就把我累的不行 不是 你干的时候还挺轻松的 完了我老伴有时候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 给我起个名 叫老健种 哎我说健就健吧 劳动锻炼身体 实际我真是没有别的想法 我就想我能干 我就干点 孩子们忙 我能帮 我就帮她一把 就完了吗 就这就很简单的事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都很浅显 我今天之所以把 婚姻和家庭这个问题 拿出来作为一个专题来说 就因为涉及到每个家庭 对不对 谁都离不开这个婚姻 谁都离不开这个家庭 如果我们家庭和谐了 幸福了 美满了 人心是快乐的 你念佛你都快乐 你家里要天天打仗 说实在的 那个佛呀 你也念不下去呀 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呀 从咱自己做起 是婆婆做个好婆婆 是媳妇做个好媳妇 是闺女做个好闺女 是儿子做个好儿子 姑娘做个好姑娘 老老少少 大家都乐乐呵呵的 向那齐老菩萨学习 你们可能没看到 齐老菩萨到我们到那个公园去 干什么去 去笑 只有你笑你才能上西方极乐世界 你成天哭天抹热 臭眉哭脸 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吗 前天晚上就带着我们在那个十楼 我要结束了 把师父送走了以后 我们又上楼 到那屋 又教我们笑 这大家笑的前眼后合 你们以后 我不知道那照片能不能洗出来 在谁手里 那齐老菩萨那跟我斗我 因为我平时不太爱笑 齐老菩萨斗我 你不笑呢 你不揪我耳朵 完了就他们就给照下了 那个我看他们 当时给我看看 在那个相机里 给我拿着 看看我一看太可笑 这两个老太太 两个疯老太太 啥老太太 连扭带跳的 可有意思了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敞开胸怀 充满了爱 把一片爱心献给全体众生 我们大家也快乐 也幸福 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家庭 美满 幸福 和谐 今天上午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